大家好 我是阿翰 阿翰播影片裡面的阿翰 陳志豪 這蛋糕要來的那個人真的很白癡喔 因為我本身 我就是很喜歡亂觀察人 然後以前發現 國中妹妹的那個講話風格 然後還有動作都很有特色 在大學同學面前模仿 然後他們就覺得超好笑 然後就慢慢的 一直在培養這個路線 不知道大家那麼喜歡 這種奇怪的東西 我之前打工的時候 我就有用那個聲音跟路客講話 你就算你買吧 你轉型我就不喜歡 特別是你年長的臉 特別蠢 他們被我搞到糊塗了 你為什麼一下有台灣口音 一下有咱們的口音啊 為什麼 你可不可以走出我呢 還要叫我把我身分證給他看 那個真的很難 那一次是真的發高騷 然後重病 然後剛刺下那個退燒樣 然後快好了 是OK 好像又搞笑了 然後就把手機拿出來 我素顏跟化妝一樣漂亮 好像喔 然後就繼續拍繼續拍 欸真的覺得 好像好像上升 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講那麼多 你嘴巴那麼甜 欠詐那一支影片 在錄到最後的時候 自己蹦出欠詐這個詞 上輩子是薯條 所以你這輩子欠詐 因為其實我都沒有想 我之後會接到什麼 然後就自己亂講 然後講到欠詐 然後就結束了 實在欠詐 然後就 就是突如其來的一個辯子 那時候我真的是親身經歷的例子啊 就是我然後動不動就覺得 有點煩惱的時候 我就真的會去找算命阿姨 然後就跟我說 欸你明年會出車禍喔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我送你一個小八卦 那一個八卦要六萬多 他說沒關係啦 這保你的命 你的命中央還是六萬中央 然後我們就一直互罵 然後很好笑 就說你明年車禍啦 我就說啊你你就騙人生棍喔 我從小就很愛講話 然後他就叫我說 來文漢出去 我門開著你現在就出去 然後之後發現我可以複製他的聲音 我就用他的聲音去講一些不該講的話 就同學今天停課 去年2016的時候我朋友啊 就一直盯著我看 他說你給我辦粉絲專業 你那麼白癡 因為我以前大學的時候就蠻愛搞 退伍玩我反正在家 然後他說沒事喔 然後他就又再刺激我一次 然後他就說好不然這樣 我們兩個一起來用 他就幫我取這個阿漢Paul影片 就超直接一個主持動詞壽詞 在中間幫我很多 包含我一個人從花蓮到台北 然後他都是提供我住的地方 他直接在他家裡挪出一個小的位置 他就叫我睡哪裡 他其實算是我當時的衣食父母 所以我現在走到這一步 我非常感謝我那個朋友 叫張士凱這樣 就跟一群朋友吃壽詞 然後一回家打開那個我的訊息欄 就說請問剛剛壽詞好吃嗎 鬼是不是啊 你是鬼吼 阿忠元姐怎麼樣 你說不要再次宣備派了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那些歌手在模仿的時候 讓我反而會覺得更有趣 因為他們可以藉由那一這樣的表演 然後讓歌迷看到不一樣的志氣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書法 我永遠都是一直在煩惱 我真的沒梗 我不好笑了啦 不要再煩 因為大家都會想說我是天才 就可以蹦出很多 然後會叫我模仿各式各樣的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我根本就沒有那麼 大家想要那麼厲害 我還是走一步算一步 其實粉絲會自動把我推到我要去的地方 會給我一個脈絡吧 然後就慢慢的去表演去執行 然後如果可以帶給大家快樂 我覺得這是最有意義的 也是我的創立粉絲專業的一個目的 我覺得軟月椒我最好玩 因為我把它設定的 它就是有點呆呆 萌萌 有時候走在路上 然後大家會看我看很久 然後我想說他怎麼不叫我名字 他突然說軟月椒 我是軟月椒 喜歡睡覺 喜歡包水餃 不喜歡飽 日文是有普通水準 但英文就是更爛 但是其實你知道 你作為一個表演者 你就是要逞強 所以我不會讓大家發現我英文很爛 其實我腦子裡有塞滿很多很想畫的東西 最近這十年好了 故意給自己排擠一下 就會開始畫了 我覺得我畫畫就沒辦法畫出好笑 我只喜歡那種很好看的畫面 然後或是攬穿搭的社會價值 或是那些文化 我就會很想要用那個畫畫來表達 所以我沒有想要畫那種搞怪的插畫 這對我來說 這不是我喜歡的東西 當它美梗的時候 我就自動就去畫畫了 因為其實不可能一輩子都有梗 那對啊 畫畫還是我最愛 哈囉 我是陳志豪 今天的訪問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人就繼續支持我 下次再見 掰掰